其实挺累的 叔叔阿姨支持我们的粉丝 每天看着吵吵闹闹 你们也很烦 我们其实心里都知道 我和小燕每天压力也挺大的 舆论的压力 各种压力 我也知道小燕很累 我希望叔叔阿姨也不要去说 又没有谁也对谁错 我舅舅也在 但是不是因为舅舅的原因 年龄你叫舅舅过来吗 我还是想你和舅舅把屋会解开 没有关于你舅舅的意思 就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跟舅舅没关系 叔叔阿姨可以 不管舅舅的事 哪怕舅舅没有出现 有没有舅舅都会这样 没有谁的原因啊 就是大家都觉得压力太大了 我们本来也是通过网络相识 就是之前通过二帅哥吗 嗯 但是我在你身边 我也感觉我帮不上什么忙 只会拖累你 没有谁拖累谁啊 你也很优秀 进步很多 没有啊 我觉得没有进步啊 什么都帮不了你啊 你年龄还小吗 不是年龄的问题 很多事情慢慢来呗 你年龄还小 小舅 牛 正常 多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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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全然你做 你说 全然你做什么 上,你做什么 你做吗 你做吗 你说 坐着 姐姐 你在直播吗 我在直播 姐姐 你是早前了吗 你说吗 小燕 今天你在这 我就是没得下去 我昨天已经跟说了 就跟你们两个说了 就是 今天小燕的爸爸 我两个也通过电话 就是他爸爸那边也不同意 你跟小燕爸爸打过电话了是吗 就是不同意 就是 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说清楚了 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 没有的未来 没有的媳妇 就是小燕的年龄 小燕的年龄 你两个年龄 长距有点大 再说他爸爸那边也不同意 我们这边也不同意 这就也说得对了 刚刚给你 我就很忠证了那两个的感情 在我们位就是干杯的角度来看 我就希望你们就是来媳妇 比其回音 过来是儿媳 就是 还是用两个来做 就是希望那两个就是好久好长 就算有一天 我不和小盈在一起 我也不可能跟阿諾在一起 我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可能 不管他家宅有钱 或者怎么样 我永远不可能跟阿諾在一起 永远永远 不可能 你不要说培养不可能 阿諾他家也帮了我们很多忙 你也知道这个吗 他帮你忙是帮你忙 跟我一样 有什么关系 但是帮你的忙就是帮你的忙 那我要找个帮忙 要对你这么好聊 对我好我就要在一起吗 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女孩 你觉得不错你娶她呀 你也不要忙喝 就是大家就是 好好说呀 就是好 就是 毕竟我又到这儿来了 就是我做你的干杯 就是我也不想跟你吵吵闹闹闹 就是大家就是 你发年我发年 没得把不到事情 大家就是 同心就是 看让我下一步 让我做 你两个就是 反正必须 必须就是 我下一步的话 你两个就是 他爸爸也不会不同 我我也不同 你两个在一起的话 没得媳妇的未来 对啊 小燕我 替分手了 你满意了呗 我做舅舅 做二十一 想跟你想过 这些事情 我也不会 比你的感情 随其自然吧 你两个 九九知道你累 很辛苦 我真的很累 九九 很珍重你的感情 你真的不知道 我这一路走来 有多不容易 我妈生病 我以前公司破产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遇到小燕 我们一起收商货 慢慢把公司 把事业做起来 现在网络有了二十万粉丝 但每天我早上起来 我就要去收商货 我收了我回来 想要我们要直播 然后你们还要每次来 捣乱我们的工作 你做小大的 我一直看着你长大的 你很有礼貌 很尊重人 很尊重别人 但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没得那个 没走错过路 但是你现在回头 没有 没有 小燕在一起 以后你的回忆 看你自己选择 要还是让我们 还是让我们 就是 你喜欢 就是你去了 去了破亚 就是我们也很珍重你 你不要去 人会 对 那我为什么就不能跟小燕在一起 为什么除了小燕 小燕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对不对 小燕 但是我们也不同意 他们爸爸也不同意 你两个在一起会幸福吗 我们 咱不去 小燕的爸爸和我们都不同意 你两个在一起 永远都会幸福吗 小燕你不要害舅舅 没有 很年 你们 还年轻 还有很多 问题是你们 没有 面对的 你们是 你们是 要 面对 面 过日子的 感情 感情是一回事 生活也是一回事 我不是 我不是不喜欢的 这个人 是生活上 你俩真的不合适 你吃不吃这些事情 这是我说的也请对待 你俩我就好想一下 就是 多少生活 说了该说了 反正 小燕 嗯 小燕 你怎么想 问你 问你吗 刚刚给你 你要说了吗 嗯 刚刚给你 你要说了吗 说什么 嗯 你只是说嘛 没事儿 只有各自分开吗 这样梦得大家都挺累的 你想跟我分开吗 这不是什么不想的问题 不管就觉得是 你 爸爸给你打电话了吧 今天 嗯 怎么说 你要回去 解决自己这样的事情 我那边都还没有说清楚 我那边都还没有说清楚 而且我也那么久没回去了 而且我也那么久没回去了 就是 就是大卫以后 小燕的事 你 不要多帮他 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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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只 只 我只 放钱 你要 你们都 别黑 就就 我为什么以后事业 我不能帮助小燕呢 哪怕分开我也可以帮助他 我作为他的哥哥一样的 一样可以守护他 一样可以守护他 凭什么不能 你作为男人 要抓起一片天 不能因为 女儿去这场 就是那两个分手就 好聚好散 那两个没得必要 扯了扯去的 那两个还没去 自己以后 找自己的未来 你两个也不要哭 我们打杂拌的 我们有哭说 你们有哭说 你们有哭说 叔叔 阿姨们也不要说 舅舅 舅舅 也没有说错什么 我说的是 以后小燕的死意 你也要多多帮助 你也要多多帮助 刚才我说舅舅 我好好下路呀 不希望你们两个 因为这些事情 就自卑发起 生活还是要过去走 你两个就是 坐在一起 现在就是不能在一起 以后还是朋友 不可能变成朋友 年两个就是年龄和我们家 回家 小燕来的爸爸他们也不同意 不是只有我不同意 还能做朋友吗 今天我忍虽没吵 夏依 嗯 你真的想跟我分開嗎 嗯 就不分開不行嗎 就讓下去彼此都有體內的 我們不是說好了 不放棄彼此嗎 生活有那麼多變數 誰又能猜得到 未來的呢 就好好在一起吧 我們倆 我沒有開玩笑 我認真說的呀 好 這必須要分開 不分開不行 嗯 分開我們幹嘛 分開以後不一定是壞事 但是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經歷了幾個月 所有的粉絲也是關注我們這些 叔叔阿姨顧顧姐姐 嗯 嗯 但是沒辦法 只有這樣對大家都好呀 每天這樣吵吵鬧鬧的 大家都不舒服現在 嗯 不要這樣看著了 沒有開玩笑 醒你一會兒 那我們之前說的 算什麼呢 以前我做的 算什麼呢 對 什麼呢 嗯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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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什麼呢 什麼呢 你也能够放在这儿 所以就必须 必须得到 我以为你得死